近日,2019国际航连世界飞行者大会在武汉举行,5月20号,15架自转悬翼机在空中编队盘旋,摆除漆灵图案,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。 表演结束,15架自转悬翼机缓缓着陆,来自中国猎鹰飞行队的15名队员走出机舱,身着军绿色飞行服,头扎利落马尾的王婷,一下吸引了众人目光。 今年32岁的王婷是中国目前为数不多的自转悬翼机女飞行员,这位英姿萨爽的女飞行员2015年才加入飞行队,之前没有任何飞行经验。 截至目前,王婷累计飞行时间已超过400小时,她告诉记者,已经将自转悬翼机视作自己的孩子。 王婷告诉记者,自己之前是一名财务人员,一次偶然的机会,她随猎鹰队飞行员体验了一把自转悬翼机飞行,没想到从此爱上了翱翔蓝天的感觉。 随后,她申请留队正式参加训练,成为一名飞行员。 自转悬翼机属于轻型运动类飞机,操作相对灵活,但想冲上云霄也绝非意识。 从半路出家的飞行门外汗,到如今自如在空中翱翔,为了克服在力量上与男队员的差距,每一次训练和考试,王婷都刻苦努力完成。 王婷称,自己非常享受飞行的乐趣,希望一直能从事这个行业。 她告诉记者,自己准备申请教练资格,帮助更多人培养更多的女性飞行员。 像我个人来说的话,可能就会去当一个教练,考一个教练证,然后去培训更多的新的飞行员。 也希望有更多的女性同志,然后可以加入到我们行业来。